跟着节奏舞动四肢 几股祈福 她是吴雪莹 年轻时曾因情绪不稳 跳楼寻短 如今她穿上了慈祭八正道 劝人要露宿 改了食素之后 我开始都感觉到 身体真的平和了 我那么脾气不躁 健康真的好了很多 就觉得我们 个个都很有欢喜心 就觉得很奇怪 她感受到我在这里 在慈祭的喜悦 她就开始说 我都可以来试一下 接触一下慈祭 黄小琪也在慈祭大家庭里 有所成长 参加鼓队让她发现 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这些困难是我自己 很需要去面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 我当日没有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我继续去打鼓的话 我今天都没有可能 会可以这样去演绎出来 香港分会举办寿命 香港分会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有志工们的分享 也一同回顾慈祭大葬金 善的汇集 他们还要继续下去 一定要大家互相多关心 多问候 我们也都要 永远都要一起 我们首先走 心而生 一起来 全城正私发言 大爱新闻真身美之工 梁昌才谢晴 香港报道 再次